这个软件你到网站上去可以免疫下来的 它这个安装过程也很简单 基本上一般的系统上面都能安装 这个功能的特点就是说 我每一个模块 它都把它标准化了 你把它拉进来 把那个参数配置一下 所以说你不需要懂得编程序 你基本上也就一边看它做的东西 它这个定义每一个功能都可以介绍 所以你也能够 大家能够知道的怎么去用的功能流 那网站它也很多样本的功能流 也很多这个online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trainning的 这个各种讲座 你可以去看它怎么做的 所以这个学习过程 其实刚开始技术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好像很复杂 但是一旦技术也会其实觉得 这个就觉得很简单 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最近这个有几个老师同学 都是从无到有 但是一个月左右都掌握得非常好 那这个利门的工作软件 它主要有几大功能 首先其实也很简单 讲出来也就是三大步 第一步数字输入 第二步数字分析操作 第三步数字怎么输出 那一般的好的工作软件 主要的它的特点 首先在第一步数字的输入上面 它能够兼容很多不同的格式 对吧不管是这个文本的还是数据的 不管是数据的是空间的还是低空间的 对吧 那这就是在这个 哪怕你是突击的数据还是在线的数据库 那这里这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工作流略软件 那差异比较大的 当然在分析的一部分 一般的工作流略软件 它除了自身带的一些功能以外 它一般都会允许你做扩展 比如说你可以接R 可以接Python Java 所以说它有多少现有的功能的功能 当然越多越好 当然另一个角度 那么因为R Python Java 有很多现有的程序包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 这个都可以加进来 cherry进来 那这个输出呢 也是比一个功能的软件 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些都是基础的 就是它对这个地图输出能力 这个统计图 各种各样的输出的格式 那么在这个功能软件 它的一些分析功能 它一般的教程是一个基点 对吧 在这个内容里面 它所谓一个基点 就是把每一个工作 每一个它的分析的功能 或者操作功能 把它模块化的标准化的 所以你的进入的参数是什么 输出的参数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可以直接配置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大概分几大部 它主要的功能 一个就是说可视化的分析 第二个就是说统计的分析 空间的分析 另外还有一些是脚本 就是脚本的话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R Java Python的这个程序 把它自己copy进来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脚底基点 对吧工具 对吧工具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